三 二 一 開箱 自堂工業是台灣在日治時期的關鍵產業 三本T2郎是推動台灣第一座現代化橋頭堂場最關鍵的人物 今天非常榮幸代表文化部來見證 參與高雄市政府迎回三本T2郎橫向的開箱儀式 我們希望跟台灣所有的朋友們 所謂藝術界的朋友們一起來努力 讓我們的藝術通圖 我們台灣的文化力量能夠繼續在這個世界上發光發熱 高雄市對琉璃近百年的銅像 再重新返回高雄市堂場就職的期待 獲得日本及市民大眾的支持 確認三本先生銅像共同見證下 致日本佐渡市順利抵達高雄開箱 我想說日本也是個文明的勝利 他們覺得說 這個還給台灣 沒有人反對 很難得 1927年三本T2郎入閣後 由台灣藝術家黃土水圍棋製作銅像在台灣 1959年三本T2郎銅像送返日本 高中市長陳其邁希望銅像能夠再回到高雄 如今三本新生銅像跨越2000公里的距離 至日本佐渡市重回高雄 這個其實都讓我們了解到說其實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 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所謂的藝術創作 它其實聯繫的更是這100年來台日之間大家彼此的感情 這尊銅像是1927年三本T2郎入閣後 地方紳士委託藝術家黃土水製成的 放在高雄橋頭堂場 1959年銅像連同字堂機器一起送返日本 文化局表示感念三本當年為高雄帶來的貢獻 三本新生銅像將由高美館修復典藏 成為高雄市重要的有型文化資產 人間問是王天倫高雄採訪報導